青海高原有村民在科技公司的幫助之下 種植極富營養價值的羊肚菌營利豐秀 青海貴德縣這條村 羊肚菌營殖大棚裡面 一朵朵石大介羊肚菌由土地冒起 經過150多天的生長期 營利了採摘期 村民張鳳英正與其他工人一起包裝 準備寄去深圳 羊肚菌因為形狀好像羊肚而得名 營養價值豐富深受海內外食客歡迎 四年前當地有科技公司 將野外羊肚菌帶到青海高原限至大棚 純化之後教村民種植 科技公司也提供繁育 培養和綠色種植管理等技術 並拼用當地貧困村民和產作人士 協助他們脫貧 用工最多的時候可能能達到200多戶 工人每天的收入在100元左右 收入好的一個月能達到4000多塊錢 那麼一年下來的話 每個人的收入大概都在3、4萬 村民原本是靠種田和養牛羊衛生 除了羊肚菌產業在當地落湖 八成的村民都獲得高負價值農產品大利價收益 武韌熱情記者周!! 见不得